先建立一个阵列 我想这个基本观念 阵列建立一个0到9 里面放0到9的一个A的这个阵列 然后把它输出 不过0的部分是用不到 就是1到9把它输出 所以第一阶段如果你下面可以看到这样 那表示应该你的程式没打错了 第二阶段才是怎么样 把这些数字把它打散 那打散的规则 我想我这边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产生一个乱数 那这个乱数的话 让它这三个互相在那边颠倒 就是互相在那边交换资料 所以I给0 J再给I 0再给J 反正就是交换就对了 那再来我给各位的答案 这个是叫TEMP 其实你也可以改名称叫TEMP也OK 反正就是一个暂存 然后呢做交换打散 打散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下面的结果就会是打散 但是打散的结果加起来就不会是15 所以八个方向 那第二阶段如果你做出来的话 再来第三阶段就是怎么样呢 再加上就是判断 那怎么样判断呢 这个地方就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我们把这个FOR回圈怎么样 放在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度回圈里面 这个度回圈什么时候会 什么时候会进到 什么会进入回圈的条件 就是这个是预设值FORCE 那FORCE不会进入啊 所以前面有个这个这个符号的话 这个符号金探号表示纳者 相反逻辑 相反逻辑就是说 本来是FORCE变TU了 所以TU就进到里面 然后呢重新跑一下 再来怎么样呢 把八个方向加起来 判断一下 如果等于15的话 那把这个什么 B这个变数改成什么 TU 那TU的话呢 如果 这边有个相反逻辑嘛 变TU的话呢 本来应该进入回圈 可是相反逻辑变FORCE就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的话 就会把结果怎么样输出 那你加一下看一下 应该 这个结果 不论是哪个方向 一定都会是10 一定都是15的 那我的那个里面 还有就是判 多了两件事 就是因为我想知道 总共算了几次 总共怎么 重新跑了几次 才算出结果 跟那个时间 不过那个考试不考 那你可以怎么样 加一个时间 我刚刚算了一下 那个总共的时间 执行出来之后的话 发现大概耗时 大概就是千分之四秒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不需要等很久 如果你的时间 等超过一秒钟以上的话 那表示怎么样 表示你这个应该有做错 那我是利用什么 利用两个变数就可以 算出时间 Double 一个D1一个D2 D1的话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起始的时间 那怎么抓到起始时间 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叫System.Current Current Time Minus 这个点下去之后会自动去 抓现在系统的时间 那到结束之后的话呢 再把结果怎样 再把它丢给什么D2 也是去抓系统的时间 其实抓系统的时间非常简单 就是System.Current Time Minus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最后再把它怎么样 减掉 D1减D2 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 它的秒数是千分之一秒 就是好秒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算数是秒的话 记得怎么样 再除一千 除一千才会是最后的秒 那执行之后的话 就会是 这边的话 就会是 有个秒数 千分之五秒 所以其实就瞬间就算出来了 然后结果的话 看一下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那这一题就50分了 不过这一题 如果跟刚刚那一题 就这话表比起来的话 难度当然是 难度当然是相差很多 不过只要按部就班 我觉得就是你也不用 急着一定要马上把它做出来 因为考试时间 应该是足够各位去作答 总共好像一百分钟吧 所以如果你时间 反正你就按部就班 第一个阶段 先正列 先正列输出 再打散 再输出 反正三阶段 这一题的话 就不会是问题了 算起来 这一题应该是 第一类里面最难的 这一题应该是 第一类里面最难 如果你最难的 都可以变简单的话 那表示你Java程度 应该就有水准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再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 逻辑很简单 就是主要是怎么样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些Java把它做出结果来 这第一个 那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再来看 就是说 因为今天我们剩下一点时间 再来讲一题好了 这一题算简单的 第二类的话感觉上应该会比 好像第二类感觉会比较难 实际上第二类反而有些题目反而更简单 那它只是要考你什么 其实第二类里面的话 主要就是我们会用到的是 这边 就是主要有几个 其实主要是用到那个Mass类别 这个Mass 这个类别 还有它的相关的一些方法 另外的话 还有String 就是自串 其实不外乎就是数学的运算 包含什么呢 像求什么呢 这个常用的 Random 那Mass.Random 然后后面还会用到像Mass 等一下这一题的话 Mass.Pow 这个好像没有 Pow的话是求平方 平方 球平方不是平方根 另外还有四舍五路 四舍五路的话 在这里的话 有一个叫做Round 有一个Round的函数 也可以求四舍五路 另外就是自串的处理 自串比如说 我怎么找到某个自串是否存在 或者是说 你要切某个自串等等的 这就是第二类里面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类的202 这一题稍微简单一些些 202的话 这一题 OK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要做出什么呢 做出就是我们要 算出那个例息 计算 那这个例息的计算分成什么 复利跟单利 那特别注意 假设1000块存在AB两个银行 年利都是5% 不过现在应该没有这么高的利率了 OK 然后呢 A银行用复利计算 B银行用单利计算 10年之后的话 AB两个银行各位多少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输出的结果 要涨的类似像这样子 涨的类似像 如果你这个地方 涨的像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表示你已经就 这个50分就拿到了 50分就拿到 基本上 我们的需求是这样子 就是第一个 这边一个年 所以你就输出 system.println 然后这边的话 一个TAB 对不对 然后这边再输出这两个 再一个TAB 再一个什么 这个地方 再一个换行符号 这个有个换行 换行之后的话 这边有很多的这个DASH 然后分别输出1到10 然后再把什么 这个地方加一个DASH 那这里的话 特别注意 这边要加两个DASH 不然的话呢 这个空格会太宽 然后分别再一个DASH 输出结果 那复利要怎么计算 单利要怎么计算 特别注意 复利的话会用到一个 叫Mass.Pow 就是求平方的 这个公式 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做完的结果 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那后来我刚刚有稍微试了一下 我发现 在这个工具 Intelligent 我觉得它的 它的DASH工具还算还不错 为什么 因为它跟那个Visual Studio 有的比 比那个Eclipse还更棒 所以这个工具呢 你只要在这边设中断点 然后再把它做什么 这个有个虫子 Debug 它还蛮棒的 就是说它会自动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池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跑的池 这个阵列里面放什么呢 这边都有显示出来 0123456789 那如果你把它打散了 你可以按这边有个按钮按下去 那这边的话J就显示 那我怎么知道J现在是多少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中断的话 你不知道 不过如果你中断的话 这边就会显示出来了 J等于4 所以如果你要一直去追程式 里面要看到细节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再按这个箭头 它可以再让你组航 那也就是说它做什么样的交换 其实你会发现 它就会把第一个先暂存到J里面 然后打 所以你可以跑跑看 这里面的池刚刚做了什么交换 其实就是刚刚产生了4 然后4的话呢 就是原来的1放在0里面 再把4里面的值放在这边 然后最后再把它放到 有没有 其实它做什么交换呢 我们刚刚做的动作就是 原来的1放进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原来的原来是0 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它又放过来 所以其实就大概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有些同学功力可能不够啦 其实你可以用除错模式 然后呢 慢慢看一下 到底这个变数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不一定是你是菜鸟啦 其实我说老手也需要用一些除错工具 那这个工具比起那个Eclipse来说 感觉上好像更顺手 所以这边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这个是除错的部分 你其实这边可以射中断点 当然你可以把它点掉 我发现好像跟那个Visual Studio用法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好像这个地方导致它厉害的点 那202题 我们一样可以把它做输出 当然你可以这边射中断 慢慢除错啦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结果好了 直接执行 那执行的话 应该这边上面要把它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我们202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完成的 把它执行起来 有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最后执行的话 1000块 要最后看到的结果类似像这样 那里面有哪一些重点呢 不外乎就是回圈 回圈一定是多少 0到1到10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们逐个来看 上半部有没有 上半部基本上就是 先把它做什么 system 这个printed line 把这个东西先输出 那输出其实将来 各位手边会有提本 那提本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提本上面显示的就是这个讯息 年 那你记得 年 中间有个tab tab就是斜线T 然后在A银行 复利 这边再一个斜线T 就是你在这个字串里面 加两个斜线T 把字打上去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 在这边加大概40个减号 算过 好像印象中大概40个 反正你就给它一个大概 40个左右 再来的话 要把最后的这个结果输出 这样的话这一题就完成了 请各位先试着 把第一阶段的部分先做出来 等一下的话 我们再把回圈的部分 跟各位做讲解 第一阶段就是先把它执行 大概是这样的结果 然后先有这个 等一下再把回圈部分做完 这一题就完成了 我试试看好了